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个新闻 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派遣一个跨党派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 参加5月20日的台湾新政府总统赖清德和肖美琴的就职典礼 一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5月13日上午的媒体披露 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两位前官员 前拜登总统助理及前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 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朴瑞泽 与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劳拉·罗森伯格 代表团将在本周末抵达台北 除了参加就职典礼 也将与各界领导人物会面 加上这一次 拜登总统任内已经派遣了四次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 包括2021年4月 2022年2月以及2024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前 高级官员指出 赖清德将成为台湾自1996年以来第五位民选总统 美国赞扬台湾自由公平的选举 无缝且和平的政权交接 官员赞扬台湾不仅是该地区 更是全世界的民族典范 而美国在过去二十几年都派遣跨党派的代表团 参加历论美国总统的就职 这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既有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呼吁中国不需过度反应 如果有额外军事压力和胁迫行为 北京就是知识的一方 官员重申 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支持台湾独立 支持两岸对话 并在两岸人民都能结束的情况下 没有胁迫的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接着呀 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情况 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基辅 本周二五月十四日布林肯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 布林肯告诉泽连斯基 美国援助乌克兰以拦置计划的一部分军援 已经运抵乌克兰 更多的援助还在路上 布林肯说 这些军援将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局面 这是美国国会上个月最终通过拖延已久的610亿美元综合援助乌克兰访案后 美国高级官员对乌克兰的首次访问 也是布林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第四次访问乌克兰 军力不足的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东北部和东部战线上抵抗俄军发动的新的攻势 路途社引用布林肯的话说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但是我们也知道援助正在进行 部分援助已经抵达 更多的援助将陆续抵达 这将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战场产生真正的影响 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 美国的军事援助 因国会共和党的反对而被推迟几个月 直到上个月才最终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 泽连斯基说 今年3月以来 俄罗斯发动了远程空中打击 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进行轰炸造成了断电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防空物资 现在我们确实需要两套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 一套给哈尔科夫市 一套给哈尔科夫地区 因为那里的人民在遭受攻击 平民部队等所有的人都在遭到俄罗斯导弹的攻击 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布林肯这次访问基辅的目的 是想触及显然非常艰难的乌克兰人发出强烈的信号 让他们放心 路透社引用这名官员的话说 国务卿这次认识 说明我们补充的援助将如何帮助加强乌克兰的防疫 使他们能够不断的加强战场上的主动权 拜登总统4月24日签署的援助法案中 包括大炮远程导弹ATACM和防空拦截武器 这名官员说这批武器正在交付给乌克兰军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周一表示 华士顿正在努力加快给乌克兰运武器的速度 帮助他流转不力的局面 沙利文说军援拖援使乌克兰陷入困境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 他还透露下周美方将宣布一个新的武器援助综合方案 2.哈尔科夫战线吃鸡 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一年 乌克兰就收复了大片被俄军占领的领土 但是去年和最近几个月 乌克兰发动的反攻行动失利 俄军夺回了前线战场的主动权 控制了乌克兰18%的领土 几天前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地区的北部发动地面进攻 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让乌克兰部队感到兵力不足 几个月来 吉福战场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 俄罗斯军队趁乌克兰兵员和弹药断尺剂 缓慢推进 另据美联社消息 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赫西列胡伯夫表示 乌克兰部队在沃夫·常斯克郊区进行巷战 沃夫·常斯克是哈尔科夫地区最大的城镇之一 周二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发动进攻 周二还在继续 那里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所在地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 摧毁了25枚乌克兰导弹 该地区位于哈尔科夫边境的俄罗斯一侧 乌克兰空军周二报道说 乌军摧毁了 俄罗斯在夜间袭击中发射的18架无人机 拦截发生在切尔卡社等列赤克赫尔松赫梅利尼刺击和击落 沃格勒基辅和扎波罗勒的上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周二表示 过去几天在哈尔科夫地区发生的几波袭击中 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众多平民的伤亡 这些袭击引发了更多来自边境和前线社区的流离思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丽莎道腾告诉联合国安理会 截止今天当局报告说 有7000多平民从哈尔科夫州的边境地区撤离 俄罗斯军队星期三5月15日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边境城镇 沃夫长斯克镇构筑阻阵地 路透社当日报道说 这个消息得到了哈尔科夫警察局长的证实 占领距离边境只有5公里的沃夫长斯克镇将试制 俄罗斯上周五入侵哈尔科夫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以来 取得的最大进展 迫使基辅紧急调动增援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警察局长在脸书上说 那里局势极为困难 俄军正在沃夫长斯克镇街道上构筑阵地 乌克兰军方周二表示 乌军后撤到哈尔科夫两个地方更具优势的阵地 其中包括沃夫长斯克原因是敌人的 其中包括沃夫长斯克原因是敌军的火力和重逢行动 并称做出后撤决定是为了保存我们军人的生命和 和避免损失 俄军上周向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新的装甲攻击 外界认为这次攻击有可能进一步分散乌克兰的兵力 以至于导致乌军崩溃 基辅担心莫斯克可能会在其他的地区集结军队发动新的跨境攻击 乌军在北部边境地区派遣增援部队 但走而晚间表示 一些部队不得不厚撤到有力的阵地 设在伦敦的英国皇家联合三军国防研究所 直升研究员沃特林表示 进攻乌克兰的俄军可能已经增值到50多万 从数量上远比乌克兰再优势 报答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 俄军侵入乌克兰东部地区 使俄罗斯主要攻势努力 或者只是企图将陷入困境的乌军 从南部和东部其他战场吸引者 沃特林分析说 俄罗斯的目标不是获得大的突破 而是让乌克兰确信 俄军能够持续沿着前线 发动不可阻挡的进攻 一公里一公里的推进 当地官员表示 目前哈尔科夫地区 靠近边境的地区 已经有超过7500名居民撤离 此外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凯里洛 布达洛夫说 乌克兰官员还预计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 苏美地区进一步向西强力推进 乌克兰情报机构 所以说乌克兰军队弹药的补充 到艰难的时刻 但幸运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好消息正在不断的传来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